欢迎大家来到美日亮光 盼望美日亮光成为我们生活当中 属灵的好咖啡 愿这个美日亮光像咖啡一样 可以分享 让我们得到属灵上的帮助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小朋友会抱怨 为什么大人要管我这么多 心里内心在想 你看那些很多自由到处欺负人的小孩 都没有人管 他会觉得很不公平 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也像这样一个小孩子 感受到好像自己被约束了 而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有管教 甚至有时候是很严厉的管教 但是相对于那些残忍犯罪 外邦的其他国家 他们敬拜偶像 甚至欺负讥笑神的选民 上帝是公义的神 他好像就坐在宝座上 做事不管吗 从以西学书第二十五章至三十二章 是神对犹大周围七个国家所说的话 这章节中 神对他们是有审判的 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罪与问题 上帝还是会秉公醒义来处置这些国家的 原本上帝的选民是认识神的 应该是要合乎神的心意 很可惜他与外邦一样走偏了 要受到审判 今日基督徒不要想上帝对我们的限制很多 好像不当基督徒比较自由 上帝好像只有审判他的选民 其实不是的 上帝是公义的神 那些还不真正认识他的百姓 他还是拥有管理他们的权柄 仍旧会借由先知向他们说话 向列国发育言 这就表示 神的权柄主权 也包含以色列中围的国家 要规劝他们 甚至要改变他们 不愿意改变的 神甚至会修剪 甚至拔除 所以我们不要将神的权柄载化了 因为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掌权之中 即便现在的强国美国 上帝也是拥有他的权柄 不论总统是谁 我们也不用担心是谁 因为还是神会掌权